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下一隻的新瓶蓋人 就是 這個 BOT35的迅影毒蝎 這台是DX系列特化單手連射機體 顏色看起來非常魅惑 星座是天蠍座屬於速度型 代表的飲料是胡椒博士汽水 這台的使用者是業家LINE香肢 自稱為天才瓶蓋人工程師的技術系瓶蓋鬥士 他在動畫裡面的表情意外的還蠻多種的 我看都可以出表情包了 那這台的最大特色 就是板機的後方有一個方形扣環 可以讓大拇指扣進去穩定發射 還有身上的勾爪可以變換位置 變成單手或是雙手合式的發射配置 等等我們就來試看看 裝起來的感覺會是如何 那我們就先來開箱吧 GO 好 這個是他的貼紙 顏色也是非常的繽紛 這個暗紫色是他的裝甲 這塊是他的核心 然後這個是他的瓶蓋 哇 這個瓶蓋上面的蝎子 看起來就非常的霸氣 好 那麼一樣我們先來把他的核心給組裝起來 好啦 在裝之前要跟大家講幾個比較要注意的事項 他的連射型蛋爪 上面應該是要有兩個滾輪的 所以他的滾輪是包在這個瓶蓋裡面 所以在拆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掉了 好 他的核心裝好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看到後面這個方形扣環也是滿大的 大人的拇指也是能夠穿進去 來做快速的發射 然後可以看到枯完上面這裡有一個洞 就是等一下要裝勾爪的地方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把他的新碩裝甲也裝起來 好的 那麼他的新碩裝甲就裝好了 哇 這台新碩裝甲裝起來 就跟原本的瓶蓋人差非常的多 而且他整體蝎子的設計都把它做出來 不管是前面的手臂部分 或者是後面延伸出來的尾巴 都是非常的漂亮 我們接下來也一樣拍幾張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把他還原成瓶蓋人狀態囉 好 那麼這樣子瓶蓋人的狀態就還原完畢 哇 這隻裝起來我真的也覺得非常的好看 而且他的這個配色我覺得不要動就已經非常的完整了 等等測試完可能就只需要幫他做一點小補色就會非常漂亮囉 我們接下來來看看他的重點設計 就是勾爪的部分 他頭上的勾爪 還有肩膀上的勾爪 跟尾巴的勾爪 都是可以拔起來的 安裝的點也蠻多的 有背後這一個 然後頭上一個 手的旁邊各有兩個洞 除了這裡以外 就連手臂的下面兩個洞也可以來做安裝 所以光是這三個勾爪的設計 就可以讓你做很多不同的變換囉 可以根據自己的手型 習慣 還有發射的握法 來幫他做調整 再來這一台他是屬於連射型的核心 所以水龍的背包也是可以做支援的 只是記得在裝的時候 要先把頭拆下來 然後我們再把水龍的背包裝上去 然後我們再把頭裝回去 這樣就安裝完畢啦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來幫他進入測速環節 好 那麼沒意外的話 這一台的速度應該會跟水龍差不多 上一次測試水龍最快速度大概是16公里左右 我們來看看這一台毒蝎的表現 平蓋停衝 準備321 18.35 哎唷 這威力居然比水龍還要高耶 準備321 18.20 看來經過之前的產品 他後續的產品還是有幫他做一點調整的 剛剛在發射的時候他的手感也是非常的不錯 大墓子在勾這個也是非常的順暢 我們接下來把他送到戰鬥場來幫他做其他的測試 好 來到戰鬥場 先來做單手挑戰暴擊寶靈 我已經把勾爪全部換到左邊這邊來 用食指跟無名指勾住 然後中指幫忙穩住機體 右手呢就負責幫忙填蛋 然後我這邊也一樣準備了8個瓶蓋 暴擊寶靈挑戰預備 開始 哎唷 這彈道不錯喔 滿值得 而且他這個彈簧啊 壓下去還蠻省力的 單手要發射是沒什麼問題 哇 哇 可惜都插過 好 那我們8個全部射完之後呢 還有兩瓶沒倒 這我剛剛這樣子發射的感覺起來啊 我覺得小朋友如果手比較小的話 要做單手發射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可以試著把這些勾爪放到手臂上面來 讓你做雙手發射的時候會比較輕鬆一些 好 那我們接下來測下一個 接下來第二個測試 來幫他測一下威力的部分 我們剛剛測的時候啊 是比水龍還要強一些的 不曉得瓶蓋打出去 他的破壞力是不是也比較高一點 然後我們把兩個勾爪都放到旁邊 等一下我們用雙手發射 威力挑戰預備 開始 先貼兩發 沒什麼問題喔 這個被後面擋到的樣子 再來 好 往一邊 有 這裡還有4發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OK 剛剛這發故意幫他顛倒田 發射出去也是能夠貼著地板這樣往前飛 彈道也是挺不錯的 好 那我們簡單的做完測試之後呢 我們一樣把這台拆開拿去洗一洗 準備來幫他做上色動作 來 上沙拉脫水 這一次這個紫色零件還蠻多的 應該是能夠做一點分色下去 好 給他泡一下 好 什麼呢 好 走 好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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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的 那我们最后一样在摄影棚做个总结 这台对于女主角的机体来说 真的是蛮用心在设计的 而且机设也是有下过功夫的哦 甚至官方还帮她弄了一篇诞生的故事 设计图还出现很多以前的机体影子 可以看得出来很用心在这台上面 那这台的上色概念 跟之前的轰牛还蛮像的 因为机体本身机械感十足 加上贴纸的颜色已经够多 所以我们就把主色改得亮一点 然后把一些小区块分隔出来上铁灰 增加一些暗部的色块 最后加上贴纸之后 整个立体感就更清楚了 原本偏暗的版本看起来比较凶狠 那这种配色比较亮的版本 就有一股猛男的气息 嗯 好喜欢 那这台拍完之后呢 一样来预告一下下一台将会是巨蟹座 那台配色真的有够像草莓的螃蟹 不晓得能力会是如何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说明也来想想看 配色应该怎么弄会比较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分享 喜欢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给个喜欢 然后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谢大家 拜拜 再见 有个人 вид 호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